Hello 早上好 现在是六点多钟 本来今天是要出发的 今天预计今天到达目的地 因为昨天不是停了一天吗 然后因为那个风反向在吹 所以昨天在这个村子里面 昨天走了十公里 然后就在这个村子里面 坐着 就在这个村子里面住了一晚 看风 早上一起来看风 还是这个方向在吹 就待着看一会儿 它方向会不会变 如果变的话 就可以走了 如果实在还是没有变的话 还得在这里待一天 因为它是反方向在吹 如果现在走的话 根本走不动 因为这个船没有发动机 全靠翻 如果这个船走的话 它可能就飘 往反方向飘了 就差六十公里 到达城市里面 因为德国小姐的飞机 还有几天之后就要起飞了 而且她的飞机 还不是在首都飞 还是在另外一个城市飞 离我们要到的这个目的地 还有一千多公里 我都怕她赶不上飞机 这里是马达加斯坚的 对西南部 靠着海 所以这里全部都是渔民 打鱼为生的 预计大概是六天到了 今天是第八天 我刚开始上船 开始这一趟海陆旅程的时候 就是最开始两天不太适应 第一天头痛很严重 第二天拉肚子也很严重 第三天后面就好一点了 但是第四天 才第五天的时候 就有一天就中暑了 就完完全全 我就感觉我真的是很迷糊 我在船上好难受很难受 就中暑了 中暑了之后就 我这一路生病 真的是一路在生病 然后就德国小姐姐就给我 一直在照顾我 给我用那个毛巾 湿的毛巾 给我放在头上 额头上面 给我降温 然后一直在换 换了好多次的湿毛巾之后 然后我才缓过来 而且当时水也没有多少了 他就把剩下的水全部给我 然后我就缓过来了 那个时候一直在船上 到了下午的时候 才到达那个村子里面 因为那天太热太热了 就是这到我已经 一直都在冒虚汗 所以我这一趟 还好不是我一个人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 我真的撑不住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 早睡早起的习惯了 我九点多就睡觉了 然后四点钟就起床了 看看这就是整个村子 这整个村子很小 也不大 好大起来的屋子 然后他们有条件的 就会在这个沙地上面 铺一层水泥板 没有条件了 就直接就睡这个水 就沙子 沙地上 我现在已经麻了 只能在这里等风来 等风改变方向 然后天天就在 这两天都在这个 就小卖部这里坐着 看他们日常生活 现在在煎鱼他们 然后天天看这个老板娘收钱 收得可开心了 因为这个小卖部 卖很多东西 就是日常使用 日常所需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一天 我发现他一天要收好多的钱 他们这里 其实我觉得还好 这附近有一口井 然后打的井 然后他们都在井里面去取水 不像在岛上 在有些小岛上面的话 就没办法 就只能从外面 把水运进去 而且很贵 水挺贵的 现在已经适应了 这里的生活了 我发现这里的小孩子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上学 我觉得这里小孩子还好 至少有饭吃啊 他们经常就吃很多很多的米饭 然后一点点的鱼啊什么的 他们这里没有蔬菜 我已经吃了八天的鱼了 都没有吃过蔬菜 没有菜 天天就吃鱼吃米饭吃面 看这是他们小孩子的童年 小船船 他们自己手工做的 就是他们渔民的孩子的玩具 从小就开始学习了 就用这个小刀刀 现在是早上四点半 然后今天两点 凌晨两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就出发 因为半夜的时候没有风 所以就半夜的时候出发 可以滑一点 不然的话 如果风又是反方向的话 又走不了了 现在日出还没有出来 好冷哦 今天最后一天在船上咯 现在的风挺好的 跑得很快 现在时速有十公里每小时了 现在迷目地地还有十五公里 估计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今天是海上航行的第九天 本来预计的是五天就能到的 然后九天才到 在村子里面歇了两天 因为没有风 今天浪非常的大 刚刚大的都已经灌水灌了好多进去了 德国小姐姐在那里咬水 浪直接就往船里面灌 OK 好吓人哦 这个已经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海上 然后就到达目的了 我可不想翻船 船上我们这几个人 就只有我不会游泳啊 我刚刚浪好大哦 我感觉刚刚那个船 就一直在那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 那已经吓死了 太吓人了 这个体验一次就够了 主要是还没有救生衣 我现在全身都已经湿掉了 德国小姐姐的全身都湿掉了 刚刚一个浪打过来 把它从头交到了脚 九天的航程终于结束了 马上就要到岸边了 九天也就是500公里走了九天 看这个水好清哦 马上就到岸边咯 好了上岸咯上岸咯 好了上岸咯上岸咯 现在把帆也卸下来了 没想到最后一天不是直接上岸的 是从海里走上岸的 因为这个水太浅了 然后这个船就有一点遮浅了 看我们的船 天呐终于到城市里了 终于可以过上几天正常的生活了 天呐终于可以睡床了 天呐终于没有在村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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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城市了 太好了 九天整整九天天天睡沙滩 现在终于可以睡床了 然后过两天德国小姐姐要走了 她要飞到南非去 而且这里离首都好远啊 有1000公里 这个马达加斯加的公共交通实在 太折腾了 实在简直了 非洲的公共交通都是简直了 随随便便就是做一整天 他们帮我们把包包背上来了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住的地方了 找了一个就是当地人开了 我跟德国小姐姐两个一起住 房间才50块钱左右 刚刚洗了个澡 洗了头发 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 然后我把衣服啊睡袋啊全都洗洗晓晾在那里了 然后还有一些还没有洗完 天呐 九天了 九天的旅程 洗衣服都是在海水里面洗 洗澡也在海水里面洗 天呐 现在终于感觉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太好了 我把我的背包背包里面全部都是沙子 把沙子全部给它掏出来了 在这里晒晒太阳 这里环境挺好的 这里是一个小城镇 现在终于不用再睡在沙子里面了 有床睡了 之前一直睡在那个沙滩上面 然后睡得从头到脚全是沙子 但是其实这一趟旅程走了九天 虽然说是挺艰辛的 然后一路又在生病 但是这种感觉还还蛮不一样的 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航行这么长时间 虽然说也没有走多远 因为很慢嘛 也没有发动器 就靠那个翻 靠风 所以感觉还可以 现在我们出来这个市场这里 好好准备买东西自己做饭吃 我们今天吃鱼已经吃了九天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吃很多的蔬菜 就是这个是虱果吗 不是 işte 不是就是这个黄的 但你看到青bl kennt吗 你看到青bl у allá吗 我看不看在青bl 我认为这个没有青bl 不是青bl 哦,我们换了鸡蛋 好,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来 我买了这么多人民币 三块钱 三块钱人民币 OK,OK 哦,你选择的钱 哇,你的英语很好 哦,小小 小小 对,很棒 金小鱼 3块钱的鱼 看起来还不错哦 这个是今天的晚餐 这个是祖传酸辣粉 从中国超市里买来的 然后今天让德国小姐姐尝一下 今天主要就是 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东西 有火锅调料 就是火锅调料 然后还有酸辣粉 然后就是菜市场买了一点蔬菜 因为德国小姐姐过几天就要走了 所以让它尝一下 哦还有火腿肠 这是中国的火腿肠 都是在中国超市买的 很完美 Hot spot seasoning Hot spot seasoning Hot spot seasoning? Yeah but not hot spot OK There's a rice steak I like spaghetti I like spaghetti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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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one before? I like Asian food I like to learn from you You have to try I don't know how to cook You have to try the sausage Chinese sausage It's easy to use It's easy to use a chopstick And my nose is running Spicy? No it's not spicy It's not so spicy But it's like I just feel my nose running You know It's really delicious Thank you for cooking You're welcome You're my fist job Thank you You have to write me when you're in Ethiopia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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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e I'm going to come to China Every day for me They treat you a lot of spicy food Hot pot Authentic hot pot Thank you Now this one This is just a rice steak This is so nice For my rice steak I was about to share the sausage to these guys But I don't want to That's only Because I just have only one Thank you for sharing with me How do you say tomato in China? XIHO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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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nother way to say it FA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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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ould be so nice to speak China Chinese Yeah it'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How do you have a lot of patience For kids I just love them Because children they will not change their behavior Because of me They will eat like they normally eat They will But so Yesterday when I went alone to the beach I'd sit down Four girls came And then they were like Oh come help us And then I was helping them And then they went swimming And so I went swimming with them And then they were They didn't think about what I could think of them So they just lived their normal life And I could see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didn't change their behavior And that's always changed their behavior Because they always think Oh no what is the other person thinking And kids are really A really good teacher When it's about language or culture They're a really good teacher Also in Thailand always the little kids They took me and they showed me everything And they're lik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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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o this And do this and like How their parents teach them you know I guess seven kids is not enough for you And kids You can't get both to the kids You can't get both to the kids So you know I know I have the capacity you know You know all people always like No seven kids are so much And I'm like yeah Yeah But I know But I know my character So I know I can handle it you know You are very good at being a teacher Thank you Yeah Not everyone like you I have a lot of patience But you're strong And you're really independent That's so cool Oh yeah I'm always independent Do you have rice steak in German? Yeah And the Chinese shops And the Chinese shops You know just in the Chinese shops But you have a lot of Chinese shops you know So in every city Actually this is made of sweet potato Oh that must be really tasty Yeah So local people of Madagascar they can speak two languages French and Madagascar But more when you go from Tana away Less and less and less people can speak French So in the villages just some people could speak French Oh They know how to count to ten And say Merci and your name you know But a lot of them couldn't speak French The captain he cannot read He cannot read Can I read? Not in French Not in Madagascar Not in Madagascar But he's quite smart Yeah So he can talk He can perfectly talk like French The French guy he was talking like normal And English he learned by himself or in the tourist business Yeah Actually his English is very bad Not very bad Just sometimes I No it's bad It's bad It's bad Yeah it's bad I don't get what you did he say I guess he just didn't go to school I guess he just didn't go to school That's okay So I cannot read And I write This people could talk like doctor But a bro You know